12月3日 美国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正式宣布 美国空军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B-21偷袭者 正式继全球F-117攻击机 B-2隐形战略轰炸机之后 第三架隐形战略轰炸机 目前只展示了B-21隐形轰炸机的正面 与美国B-2轰炸机相比 最明显的区别是进气口 进气口几乎与机体平起 B-21隐形性得到加强 机体比B-2轰炸机小了一圈 那么作为美国的小弟 韩国网民看到美国高调量 向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 都会说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摘自油管 仅供参考 第一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B-2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轰炸机 是从头开始开发和制造的 但是B-21几乎拥有 已经开发的所有技术和设备 所以价格非常便宜 而B-21只能当轰炸机用 但是B-21会用在轰炸机 斩斗机 神查机 电子等各个领域 我觉得引进价格和维修会很便宜 第二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B-2已被称为弥补B-2缺点的轰炸机 与B-2相比 他提出了通过减小尺寸 生产成本和维护成本来吸引更多的计划 现在的战场上 宽宽滥价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取而代之的是精确轰炸 所以体积缩小了 从而节省了生产成本和维护运营成本 当然 时代变了 引进了很多最新的数字技术 而且体积比B-2小 雷达反射面机也会减少 第三个叫Reinforce K的韩国网友说 美国在放出这款机型的同时 很可能会研发一款垂直起降轰炸机 能够将其转化为数据 感觉真的很棒 第四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B-2是30年前问世的 所以这项技术简直太疯狂了 美国有很多隐藏的武器 和美国结盟很让人放心 第五位叫Lin Michael的网友说 2022年B-2一公开亮相不稀奇 1988年就有B-2猜神奇 其他国家与美国的科技 技术率差距令人绝望 第六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很惊心我们是美国的盟友 反昧人士醒醒吧 没有美国 我们不可能从日本人手中独立出来 我连玉米粥都吃不上 第七位XPT叫的韩国网友说 我真的认为 即使与世界其他国家开战 美国也会赢 第八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我们应该感谢美国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年轻人 不要被现实的政治所左右 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第九位叫Sunduck Sun的韩国网友说 这是某些国家超外形 也飞不起来的设计 它动用了最尖端的计算机和半导体 但贸国无法实施 外观可以被任何国家挑戏 然而 飞起来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其他国家无法制造用于飞行控制的计算机 半导体和软件 最重要的是飞行控制软件 能够安全驾驶没有尾巴的飞机的软件 哪个国家能造出8000亿的轰炸机 美国也觉得这很便宜吗 以上就是韩国网民 对美国高调量向新一代引擎战略轰炸机的一些评论 从整个亮相现场过程来看 美国并没有表现出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出示的那种满满自信感 恨不得全世界为之膜拜 而是小心翼翼 将底牌藏了起来 什么底牌呢 就是B21轰炸机的具体数据 将所有关于B21轰炸机的参数和细节都列为机密 捕向外界公布 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忌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